家不仅是等待归来的守望 还是支撑远行的动力 那么人世间也有一种堵塞造成的伤痛 需要搭一座心灵的桥来治愈 连接你想回却又回不去的远方的家 这个关于回家和桥的故事 发生在曹操和他的继承者曹丕的身上 一代萧雄曹操一生是南征北战 在群雄逐鹿的乱世当中 他平定中原 统一北方 奠定了曹魏立国的基础 但是即便是这样大智大勇的一代雄主 他也曾有过有家不能回的伤感 汉县帝建安十一年 也就是公元二零六年的正月 春节的热闹气氛还没有完全消退 曹操又亲自率领大军 再次踏上了远征的漫漫长路 寒风烈烈 雨雪飞飞 威鹅崎岖险峻难行的山路 让曹军吃尽了苦头 这样酷寒的天气 就算是对于冠于征战的曹操而言 也是难以忍受的 而他的千古名篇《苦寒行》 就写在这一次的行军图中 诗是这样写的 北上太行山 奸灾何微微 阳长板截区 车轮未知催 树木何萧瑟 北风生正碑 熊皮对我蹲 虎豹夹路提 西谷少人鸣 雪落何飞飞 眼景长叹息 远行多所怀 我心何福欲 私欲亦东归 水深桥梁绝 中路正徘徊 迷惑失故路 薄木无素期 行刑刑日夷远 人马同时机 丹囊行取心 抚冰池作弥 卑鄙东山诗 悠悠是我哀 建安十一年的这一次北征 显然是让曹操感慨万分的 以至于他写下了一首这样长的诗篇 来记录这一次太行山的艰难征途 建安十一年的春节 曹操是在夜城度过的 虽然他携天子以令诸侯 在建安元年的时候 已经将汉县帝留邪安置在了许昌 他自己呢 却在关渡之战后 于建安九年进军围攻夜城 夜城就是今天河北的林璋 在河南安阳以北 这一次征战啊 他赶跑了袁绍的儿子袁尚 将自己的据点北迁到了夜城 曹操当然是挂念许昌的 但是北上夜城啊 也有他很多的不得已 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 这个时候夜城的战略地位 比许昌更加优越 所以曹操不顾一片反对之声啊 又一次做出了一个艰难 但是正确的选择 将自己的霸府由许昌 迁到夜城 随后呢 他又把宗亲旗属 还有重要将领的家小 也基本上都迁移到了夜 军队的主力 家属 都安置在了夜城的附近 所以在这个时候啊 夜城已经成为了 名副其实的军事 政治中心 而汉县帝所在的许昌 只保留了少数官吏 在此后的短短几年当中 曹操又率军攻灭了袁绍的 另外一个儿子袁潭 平定了冀州和青州 曹操这个时候心情就比较舒畅了 他打算好好庆祝一番 所以在戒安十一年 夜城度过的这个春节呢 就显得特别的喜庆 而且啊 他的儿子曹丕 作为夜城的留守 表现那也是相当出色的 所以曹操呢 也想在家宴上 好好地表扬一下曹丕 顺便啊 也鼓励鼓励其他的儿子们 在这次盛大的家宴上 他的眼光环顾了一番 正要停留在曹丕的身上 这位年轻有为的留守 就站起身来 带着弟弟们 向父亲敬献百夜酒 曹操一饮而尽 欢喜得很啊 曹丕这个儿子 曹操是一直待在身边的 他亲自教儿子读书 教他骑马 教他射箭 曹丕从十岁就开始 跟着父亲征战南北 长期艰苦的军旅生涯 也磨练出了 他像父亲一样的 坚韧果敢的意志 而曹丕文采的华美浪漫 甚至还超过了他的父亲 看着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儿子 鹦鹉帅气 却又文质彬彬 曹操满意地点点头 酒宴的气氛呢 也渐渐地热烈放松起来 曹操将酒杯刚刚放下 他的从弟曹仁 便急步凑到曹操的耳边 耳语了几句 这个时候曹操的神色 立即又变得严肃起来 曹丕和弟弟们呢 也紧张地盯着父亲 脸色的变化 原来曹仁带来的是 关于宾州战场的最新消息 在前一年 曹操派遣手下的名将 李典 岳济 率军攻打 叛将 高干 但是在湖关口被阻 久功不克 所以他们是向曹操 请求援兵来了 提起这个高干呢 曹操就非常的痛恨不屑 高干呢 是袁绍的外甥 在建安九年曹操攻破夜城的时候 高干以宾州投降 归顺了曹操 曹操当时为了表示安抚 让他照旧担任了宾州的次使 可没想到的是 一年不到的时间 高干就趁着曹操北征乌环 后方相对空虚的时候 再次在宾州起兵反叛 并且捉拿了上党太守 举兵守湖关口 还试图派兵攻打夜城 在这种情况之下 曹操派遣了月静和李典 去讨伐高干 高干回军 聚守湖关 对于这样一个反复小人 曹操自然不可能放过 但是湖关一手难攻啊 他派出的军队屡屡受挫 所以既然十一年春节一过 曹操立刻清征 这一回他要翻越太行山 进军上党 征讨以高干为首的叛军 曹操清征 高干闻风丧胆 败走匈奴 只留下几名别将守城 曹操在围城三个月之后 终于攻破了湖关 而匈奴蝉鱼 也没有接纳高干 高干只能掉头逃往荆州 被上落的都尉王衍 逮住斩杀 现在学者一般都认为 曹操的这首《苦寒行》 很可能就是写于 这一次北征高干的征途当中 曹操是从夜城出兵 取到河内 北渡太行山 正月里还是隆冬季节 尤其太行山上 那是风雪交加 苦寒无比 而且山路还特别的险峻难行 你看诗中是这样写的 阳长板节区 车轮未知催 阳长板道在古代 是中原通往上党的交通要道 这条路像阳长一样 狭窄弯曲 盘旋缠绕在太行山间 山路崎岖颠簸的 连车轮都一次又一次的被折断 一路上不要说 还有熊皮啊虎豹啊 这样一些猛兽环伺 企图袭击士兵 所以这使得行军打仗变得更加的艰辛危险 风声 雪声 猛兽的嗷叫声 真是让人毛骨悚咬然 苦寒行就是这样一首关于战争的济石诗 而作为三军统帅的军事家曹操 他不仅在诗当中 忠实地记录了一次精准的长途骑袭 必然要经历的艰险 同时他还流露出 作为一位诗人 特有的那种敏锐 细腻 甚至还有温情 他并不是满脑子只有战争战争战争 他的内心还保有了一种 对于名声极苦的感同身受 你看诗当中有这样的描写 在汉末建安年间 军阀歌剧 战乱平凡 老百姓流离失所 生存环境可以说是极度恶劣 哀鸿遍野 经常是一个村庄 一个村庄的人烟灭绝 曹操在另外一首诗 《薅里行》当中 就流露过这样的悲叹 白骨露雨也 千里无鸡鸣 生鸣百一一 念之断人长 这样的诗 也是他对于生灵涂炭的 战争的深沉反思 而这一次在苦寒当中的 太行山行军 一路上他们经过的 即便是相对宜居的 溪谷当中 也很难再看到 老百姓生存的迹象 所以他才情不自禁地 仰头长叹 名声多奸啊 虽然乱世出英雄 但即便是作为时代 风云人物的曹操 也厌倦了这种 习不侠暖的 征战的生涯 哪怕不断地征战 给他带来了 无上的荣光 还有平定中原的 巨大成就感 可是如果时代 真的可以让他选择 他会不会更愿意 做一个慷慨深情的诗人 而不是一个 衣不解带 马不解安的将帅呢 就像此刻 艰难行进在 太行山路上的曹操 最想做的事情 其实并不是攻城杀伐 而是回家 回家 回家呀 但是现在的他 离家乡到底有多远呢 似乎并没有多远 他和家乡之间 只隔了一座桥的距离 我心何福玉 思玉亦东归 水深桥梁绝 中路正徘徊 桥梁成了这首诗当中 最重要的信息点之一 在漫长而又艰苦的 行军途中 作为统帅的曹操 内心却充满了忧伤 他满心渴望地 是早日回家 可是水深桥梁绝 他只能徘徊在 忙无尽头的 扬长板道之上 进不容易 退不可能 迷惑诗故路 薄目无素期 行行日已远 人马同时机 在茫茫风雪当中 他迷失了方向 这个时候 木色已经迫近 大军却还找不到 可以安营扎寨的地方 人马都处于一种 饥寒交迫的状态 在这样的诗句当中 我们看到的 似乎不再是那个 真必一呼 应者云及的霸主曹操 而只是看到了一个 和士兵一起同甘共苦 和士兵一样 厌战思乡 像诗人一样 多愁善感的 平凡人曹操 作为军事统帅的曹操 他只能勇往直前 可是作为诗人的曹操 他也会像一个 普通的士兵一样 渴望放下武器 回到衣食无忧 有人嘘寒问暖的家 他也需要一个 可以遮挡风雨的 宁静的港湾 来释放他的紧张 不安还有忧虑 在这样至清流露的 诗句当中 桥梁就像一个 特殊的心灵开关 而水深桥梁绝 这样的诗句 也泄露了 作为普通人的 曹操的迷茫和焦虑 他的内心 渴望有一座桥 让他能够跨越 深山峡谷 回到那个 可以让他身心安顿的家乡 早在曹操所处时代的 两百年前左右 西汉的桥梁建造业 就已经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梁桥 拱桥 索桥三大体系 都已经日趋健全 然而即便如此 在饥寒交迫的行军途中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 再寻常不过的 过桥回家的普通愿望 对于曹操而言 依然是奢侈的想象 他渴望天下太平 战争早日结束 士兵们能够早日回到家乡 而在当下 这却是难以实现的 那么 汉代的桥梁建造业 究竟发展到了何种程度 曹操脑海中所构建的 回家的桥 又是怎样的呢 我想回家了 如果真的只是一个普通人 这只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 小小的愿望 的确从当时的建筑工艺而言 在汉代要建一座跨越深河的桥梁 好像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 桥梁在汉代发展很快 早就是人们日常生活当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存在 在汉代的画像石里面 常常可以看到工艺非常成熟的 桥梁的形象 除了绘制精美 图像清晰 而且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画像石 还有汉代的画像砖 汉代的壁画 也包含着大量有关桥梁的信息 我举个例子 在内蒙古汉木议画七女未复报仇当中 我们就能够看到建筑牢固 工艺复杂 装饰华美的渭水桥 桥上有行人 有车马 根据学者的考证 这个墓葬的年代和曹操 差不多是同一时代 汉代的时候 梁桥 拱桥 锁桥 三大体系都有 而以梁桥最为成熟和多建 在汉代画像石当中 两坡式的梁柱桥已经很常建 有引桥 有护栏 有单胯 双胯 甚至是多胯 梁柱也是多种多样的 最常建的是木制和石制 从桥上往来穿梭的行人车马 也可以看出桥梁通常具有比较高的承载能力 汉书当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 汉原帝要出宫去祭祀宗庙 他打算乘船去 于是大夫薛广德就劝诫皇帝说 移从桥 意思是请皇帝从桥上走陆路通行 皇帝不开心啊 坐船多好玩呢 那这个时候先驱光路大夫张蒙也渐渐说 乘船危就桥安 圣主不成危 御史大夫言可听 乘船危险还是走桥安全 那圣民之主不应该让自己陷于危险的境地 所以还是应该听从御史大夫的建议 那最后的结果是皇帝放弃了任性的像乘船的这样一个想法 乃从桥 改从桥上通行了 这个故事发生在西汉汉原帝时期 比曹操这个时代早了两百年左右 你看在那个时候大家就已经有了一个共识 乘船走水路不安全 而桥梁稳固是更加安全便捷的交通方式 可见在汉代 现实当中要建一座跨越深河的桥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困难的是即便面前真的横跨着一座桥 你却不能够任性地选择上桥回家 回家这个对普通人来说很容易满足的小愿望 恰恰是曹操最奢侈最遥远的梦想 因为水深桥梁绝当中的这个桥梁啊 绝对不能够简单地理解为只是一座跨河的桥 对于曹操而言 它更是一座人生选择的桥 选择上桥回家 意味着选择一个安逸的舒适圈 选择躺平的生活方式 而桥梁绝意味着斩断对于安逸的眷恋 迎难而上去选择一条遍地荆棘 充满障碍的道路 水深桥梁绝 一个绝字 昭示的并不是现实交通当中桥梁和道路的断绝 而是曹操理智果断地斩断了 他自己和普通人一样地回家的情节 因为他必须承担作为军事统帅的责任 就像诗当中所说的那样 他还要 他还要指挥带领着将士们一边艰难地行军 一边还要捡柴草 他要破河凿冰生火来熬野菜粥 让将士们聊以冲击 这个时候的曹操不仅想起了诗经当中 那首引用士兵回家的东山诗 现在的他还不能够像东山里的那位士兵一样 一边走在回家的路上 一边还想象着阔别已久的家的样子 那是回不去的遥远的家乡 因为战争还没有结束 天下还没有太平 曹操就只能够将回家的念想 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既然十一年 曹操的这一次北征击败了高干 平定了冰州 就在第二年 他又率军北征乌环大获全胜 彻底地肃清了元氏的势力 在第二年北征乌环的时候 又是时值隆冬 天气酷寒而且干旱 军队的补给没有办法及时供应 粮草极度地匮乏 曹操曾经下令杀掉几千匹马作为军粮 让将士们疗以果腹 凿地三十余帐 才能够挖出地下水 疗以解渴 即便是对于身经百战的曹操 他每每回想起来 仍然不免感慨良多啊 与其说水深桥梁绝 是曹操面对行军艰难的 现实不得已的感慨 还不如说 是曹操面对多难的时代 做出的主动的选择 父亲的选择 那就是一根标杆啊 为他的后继者 确立了一个奋斗的方向 曹操的儿子曹丕 就继承了父亲 这种兼有军事家的 果敢理智 又有诗人的 感性深情的禀赋 而且曹操在他的诗歌当中 也像父亲一样 搭建了一座 想回家的心灵之桥 比如说曹操就写过 这样的句子 自小就跟随父亲 南征北战的曹丕 当然完全能够体会父亲 体会将士们那种 厌战思乡的情绪 和父亲一样 曹操的每一次远征 既有着那种 期待凯旋的 磅礴的斗志 也从来没有断绝过 绵绵思乡的悲情 诗中的曹操 就像一个 渴望回家的小孩 但是呢 和尚没有桥 他没有办法跨越 他也没有一双翅膀 无法展翅飞翔 如果说 曹操的水深桥梁绝 是理智的斩断 回家的念想 重拾前行的勇气和霸气 那么曹丕的玉记和乌梁 就是让回家的念想 发酵成了一往而生的 浓烈的乡愁 那从这个意义上说 在曹操的多重身份当中 军事家 政治家 那是主流 偶尔他才是一个诗人 可是 可是儿子曹丕的性情呢 却更多了一些诗人那种 多愁善感的禀赋 在父亲曹操那里 水深桥梁绝 是偶然的一次济世勇态 而在儿子曹丕那里 玉记和无良 却是一种理想和现实 矛盾的常态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啊 诗 是连接父子血脉的一座桥 而他们诗当中出现的桥 又是映照父子特殊关系的 一面镜子 与曹操的政治战绩 一起流传千古的 还有他的教子之道 曹操与变皇后 一共生有四子 除了曹丕之外 曹张曹直也都十分优秀 然而 即便这三个儿子 都聪慧过人 武艺出众 却也难逃激烈的 世子之争 主斗然斗齐 斗在府中弃 兄弟间的激烈竞争 也许从他们出生在曹家的 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 那么曹操是如何 教育儿子的 在这几个儿子里 他又更青睐于哪一个呢 其实我们往往忽略了一点 曹操他不仅仅是一位 乱世称雄的霸主 他同时还是一位 十分注意亲子教育和陪伴的父亲 对于儿子们来说 曹操既是他们想要学习的偶像 又是他们努力要超越的标杆 我们都知道曹操自己是文武双全 尽管征战一生 但他手不舍书 白天讲武册 晚上读经传 那这样一种文武全能型的父亲 当然希望儿子们也能够全面发展啊 所以曹操对儿子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身教的同时还不费言传 而且呢 我觉得特别值得敬佩的是 曹操不是那种偏执性的父亲 他很善于根据儿子们各自的擅长 喜好来因才施教 所以尽管他自己是集军事 政治文学才华于一生 但他的儿子们呢 往往是各有偏才 我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变皇后的第二个儿子 曹丕的弟弟曹张 少年时候就显示出 骑射方面的天赋 尤其是履历过人 可以守格猛兽 很早呢 曹张就被曹操带在身边 征战四方 有一次啊 曹操让儿子们各自来说一说 自己的志向 曹张就说了 我将来要当将军 曹操就问他 那你说说看 怎么样才算是一名好将军 曹张说啊 披肩直锐 临难不顾 身先士族 赏伐分明 曹操一听就哈哈 从此之后呢 曹操就特别注重培养曹张 在军事方面的能力 在战场上也越发的倚重曹张 更加值得我们敬佩的是 履历战功的曹张 并没有鞠躬自傲 而是听从哥哥曹丕的建议 总是将每一次的战功啊 都归功于众位将领 曹操就特别欣赏 他这样一种心胸格局 还多次夸奖他说 黄须儿竟大齐也 曹张的胡须是黄色的 曹操就昵称他为黄须儿 我这个黄须儿 真是个大奇才呀 黄须儿后来还成了 古典诗词里面的 常见意象 用来形容那些勇猛的武士将领 那当然了 曹操的所有的儿子当中 公认文学成就最高的 当然是曹植 曹操对曹植特别的偏爱 甚至还一度产生了 要将曹植立为继承人的想法 作为一位文学天才 曹植相当出色 可是曹植也有性格的另外一面 他比较张扬任性 而且还嗜好饮酒 本来饮酒不算大毛病 但是不加节制的饮酒 就是一个缺点了 甚至还因此误过大事 那经过多次考察 曹操也终于看清了 曹植这个儿子 虽然文采一流 在兄弟们当中出类拔萃 比起自己来 甚至还可以说是 清出于蓝而胜于蓝 但是他个性不羁 实在是不适合当一个 运筹帷幄 冷静理智的政治家 所以曹操最后改变了 改变了立出的想法 曹植最终成了那个时代 最优秀的天才文学家 但是他没有像他的哥哥曹丕那样 成为文武双全 又沉稳内敛的政治家 作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作为卫国的开国之君 曹丕的气质当中 既有着不逊色于父亲的 理智和果感 也有着不逊色于弟弟曹植的 多情和诗意 在他的性格当中 甚至比父亲 还要更多了一些浪漫的艺术气质 曹丕有一首《烟歌行》 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 第一首完整成熟的七眼诗 在这首诗当中 他以一位家中私父的口吻 来抒发对于远行游子 那种忧伤而绵长的思念 而且其中也写到了 没有桥的伤感和多情 明月佼佼照我床 星旱溪流夜未央 千牛织女遥相望 尔独何孤献何良 诗的大意是说 没有人可以理解 私父的孤独和痛苦 陪伴他深夜无眠的 只有明明如水的夜色 照耀在冷冰冰的床上 当他仰望星空 和他深深共鸣的 只有同样被困在 相思当中的千牛和织女 千牛织女遥相望 尔独何孤献何良 你们本来是那么的相爱 相爱没有罪过 可是你们为什么 还是会被残忍地 分隔在银河两端呢 为什么在银河之上 就不能够搭建一座 跨越相思 连接爱的桥梁呢 我们看曹丕的诗 就是这样的温柔 清丽 流淌着淡淡的忧伤 常年征战沙场的经历 也让曹丕更深地体验到 背井离乡 带给人们的痛苦 所以读着这样的诗句 好像作者不是一个 傲视群雄的开国帝王 而只是一个满腹哀愁的 才子诗人 他想用这样凄美的诗句 为世间所有相思的人 搭建起一座带他们回家的桥 在这座桥上 富与子 富与妻 都可以在长久地分离之后 终于紧紧地相拥在一起 从水深桥梁绝 到玉记何无梁 何耳毒何孤献何梁 父亲助力成一座桥的模样 牢固而且深情 那是儿子需要奔赴的方向 也是儿子需要超越的高度 当然 儿子未必一定要 全面地去超越父亲 但曹丕 无论是在文学上 还是在政治上 都足以让父亲为他骄傲 读曹操和曹丕的诗 我愿意这样相信 水深桥梁绝 只是暂时的分离 玉记何无梁 只是暂时的诗意 耳毒何孤献何梁 只是暂时的相思 在他们的心里 在他们的诗当中 桥梁和回家 发生了一种必然的联系 他们每一次不得已的远行 都是为了终有一天 可以让更多的人 安心回家 在他们每一次远行 回望家乡的视线当中 都会看到一座无形的桥 桥的另一头是家 桥上守望的身影是家人 桥梁和桥梁 桥梁和美娜 桥梁和美娜